嗨,大家好,我是Yaya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用 我學生時期就愛用的平價彩妝品來上妝 我那天去逛寶雅就看到 哇賽,有一些產品竟然從我學生時期 然後就一直還在賣紅到現在 長得一模一樣 價格也一樣爆炸清明的 那雖然有一些可能已經換包裝了 甚至是有一些那個品牌已經沒有出同款了 可是我還是找了同個品牌的其他產品來取代 完成一個完整的妝容 首先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高中的體育課大家都在用的防曬是什麼 秘密的藍罐 因為它真的是超平價 去逛男買可能不到100元 然後就可以買到50系數 雖然它有濃濃的防曬乳味 但是你找不到更好的選擇了 那艾美的我當然不能只擦一般防曬 那時候我就很愛買他們的 潤色防曬 這個以前的包裝其實是膚色蓋子 然後下面白色的 而且以前可能只有明亮色跟自然色兩種膚色 現在沒想到它已經推出了三種顏色 除了膚色只有一個顏色之外 還有紫色跟綠色 那我自己在現場試用了一下 我覺得紫綠都是屬於比較提亮感的 然後校色 那膚色看起來可以比較自然 然後有一點點遮瑕作用 所以我依然選擇的是膚色 優秘你防曬最療癒的事情就是 聽到它這個聲音 因為它是立可白式的 通常這一種質地都會特別特別的水 然後流動性 因為它的原理就是它裡面有粉體 讓你可以稍微搖晃 把那些沉澱的粉體來均勻一些 然後再擦到臉上 然後都是非常水感 超級無敵好推的那一種 我先擦它半臉給大家看 因為它的質地非常的水 所以你其實可以依據你想要的遮瑕度 然後你可以再多疊加幾層 給大家看擦前跟擦後 雖然它不是粉底 但是它這種潤色防曬 已經讓你的膚色變成氣色好很多 然後蠟黃不均勻的感覺 都好還蠻多的 當然這些瑕疵黑眼圈是沒有辦法遮住的 可是我覺得它整體是那種清爽 然後感覺毛孔會比較霧化的感覺 現在輕熟年期 其實我已經很少用這種立可白色的防曬 原因是我怕乾燥 但是呢其實如果你的保養的好啊 然後或者是你是比較水油肌 或者是很討厭防曬那種黏黏膩膩的感覺的話 這種立可白色的都蠻適合的 而且它也是屬於那種無腦亂推 都可以非常均勻的 接著遮瑕 我真的記得我以前好像沒有什麼在遮瑕 不知道是因為還年輕 還是呢還沒有經過社會摧殘 那第一個接觸遮瑕的話 我記得是ZA的藍色軟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不過呢那個現在已經停產了 所以呢我就買了後來印象比較深刻 紅的遮瑕就是FIT ME了 這一款呢它會比叉叉比的遮瑕度 再高一點點 當然這個膏也是從輕到中啦 但是呢我覺得以它的色號選擇多 然後質地啊水潤不會厚卡 然後也有一些遮瑕度 已經算還不錯了 那如果呢大家很在意遮瑕度 想要讓它更遮的話呢 可以建議大家不要全部拍開 然後停留一下下 讓它稍微乾燥一點之後 然後再拍開 它就會比較抓住皮膚 然後遮瑕度就可以更高 更濃密感 它遮起來呢就是這樣子 也是算有一半啊 中度的遮瑕 那現在我其實比較常用膏狀的 因為呢就是更集中更密集更快的 效率可以把它遮得更好 只是呢因為膏狀的你就很容易 失手的時候就會看起來厚重感 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要比較不失誤的話呢 用這種液態的就蠻方便的 接下來定妝蜜粉學生們最愛的 當然就是 揉抹蜜粉啊 它紅超久 然後還是非常的熱門 它我買到只要99塊 而且呢它是資產黨集團 在台灣製造的喔 它呢整個是蛋型的設計 非常的好拿 然後打開裡面也很完整 就是有鏡子啊 然後跟粉撲 它這個是抗菌粉撲喔 然後呢裡面呢是淡膚色的 欸奇怪我怎麼記得 之前粉撲應該有手穿過去的那個地方 可是現在兩面都長這樣 那我長大之後呢 我記得我再回去用它 那時候用起來好像覺得有點乾燥 那要怎麼避免這個情形呢 第一個呢就是你沾的方法 我們先這樣子拿好之後 最好是呢這樣子壓下去 然後之後滾過去這樣子沾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子這樣子去沾 你就會很容易沾太多又不均勻 沾完呢你一定要再用手 這樣搓搓揉揉 然後均勻在裡面 如果這樣子你也怕太乾太乾 那你就是可以在手背上先壓一下 讓它均勻一點 然後減少那個用量 因為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都比你一次上太多回不去還好 可是呢你上少少的啦 你就可以慢慢疊 慢慢疊 不失誤 我先上了半臉啊 看得出來上完就是原本的這些油光 會更減少比較霧化 然後我非常調整用量 它就不會這麼的乾燥 稍微有點體諒感 如果你臉爆炸油的時候呢 粉質稍微偏乾一點 反而那種吸油的效果超好 說到人我絕對不能遺漏 他們家的眉筆也是非常的紅 這我買到只要68塊 結果就是日本製的眉筆 也是痛哭流涕 太感動了 而且呢他們在很久以前 竟然就已經推出灰色系 那個時候啊 大部分的眉彩都是深咖啡跟淺咖啡 推出這種灰色的啊 就會更像那種原生感 這個呢我記得不但平移 然後它的顯色度還非常的高 小缺點呢就是顯色度太高容易失手 然後再來它是這種需要自己削的 所以你稍微畫一畫 你只要沒有就是定期的去削它 你就會很容易畫出很粗又很濃的眉毛 我想拿美工刀刮看看 我可不可以把它弄成那種扁型的 通常這個筆心夠硬才可以 兩面呢都稍微削一點起來 各位我好像砍出來了你看 我看看這樣子畫會不會比較 畫出一根一根的感覺 削了之後呢比較能畫出那種一根一根的毛流感 筆觸精細非常的多 那眉筆呢要怎麼控制它的濃淡 就是除了你的手勁要放輕之外呢 還有一個影響的因素啊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 假設像剛剛那樣子是清爽的狀態啊 眉筆畫上去就需要力道 可是如果你的臉啊是那種畫了底妝啊 沒有定妝啊那種油油膩膩的感覺 油油的時候啊沒有定妝好畫上去呢 就會看起來顏色比較濃比較飽和 然後畫眉毛就會顯得有點太濃不自然 所以呢如果你很怕你畫眉毛失守 你要畫的地方啊你可以再用這個定妝的 把它定得乾爽一點 這樣子呢它著色上去啊就會比較自然柔霧些 你看畫前畫後 它這個顏色真的是超符合我原本的這種黑濃眉耶 就是完全像原生的感覺 這顏色很讚 資深堂真的是從小到大就陪伴我這樣子學化妝慢慢長大 我剛查一下他們在台灣已經生根40幾年了 但是呢其實還有一個品牌是台灣在地的 已經創立50幾年了 就是雪芙蘭 他們家的保養也是CP值爆炸膏的 之前呢我不是跟大家分享我去台南那個45年的美容院嘛 我們去做臉 那我那時候呢也是偷看了一下資深姐姐呢 幫我用的也都是雪芙蘭他們家的產品 我那時候用到其實蠻驚訝的 覺得它的質地啊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細 好像好吸收 這一次逛保養我就發現 現在雪芙蘭也推出最夯的找C網A保養了 價格非常親民之外成分也不馬虎耶 是1%的A旬搭配試緩型亮白的C系列 讓平價保養也有高效率 像剛剛妝前呢我就是用這個黃色的C系列 先從機能水開始啊 它就是曲線瓶搭配噴霧設計 好握噴頭也很好壓 水非常的細 我覺得它噴灑的量跟範圍非常剛好 你洗完澡就這樣快速的噴噴噴噴過 很方便 它不是一般的化妝水喔 它是經過微乳技術處理的 所以噴上去呢你能感受到有滋潤度 但是不黏膩 它噴起來是保濕又舒服 而且它裡面呢有4個C的成分 可以緩湿而且持久的亮白 再來呢CC類的高機能乳啊 它是很輕盈的凝乳質地 很水感啊 但是可以持續性的保濕 吸收度也很不錯 我白天用它上底妝防曬 都沒有任何起序啊 或是打架的情形 所以呢它妝前擦也非常適合 而且啊這一款它的味道好好聞 因為它聞起來是柳橙汁的味道欸 太可口了吧 它的機能乳瓶身啊是真空設計的 不但是可以更保鮮 而且呢也不擔心那種壓到最後都擠不出來 浪費的那種窘境 晚上的話呢就是它紫色的A醇系列 機能水呢一樣是噴頭的設計啊 它連胸口脖子啊都可以很方便快速的一起保養 味道方面我覺得是超微弱的花香 沒有明顯的味道 馬上搭配的是它們的高機能乳 這一款A乳它有添加1%的A醇為止呢 這個1%的比例啊 其實是直逼專業醫美的 我真的很訝異 這麼評價的價格竟然可以添加到這個濃度 它的質地方面呢是有濃密感 但同時是很好推開的 它可以快速釋放高濃度精華 而且保濕鎖水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A醇的產品 會建議隔三天用一次 就讓皮膚適應一下 那像我之前已經用過A醇了 所以呢我就算是連續使用它 只會頂多覺得臉有點稍微微微紅 然後不到大脫皮這樣子 它們也是選擇效果好 低刺激性的3A配方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算是 各種膚質都可以使用 就用起來沒有負擔感 然後也有適當的滋潤保濕效果 但如果像我一樣是重度保養控的 我還是會在水跟乳之間加一個精華液 就平常習慣用的就好了 這樣子呢也可以避免說 A醇對你的皮膚造成的那種刺激性 你可以稍微降低 然後比較好適應 早是一碗A的保養方法 真的很適合 像我們平常可能只想說 我們就是要保濕啊清潔而已 然後但是呢就沒有辦法突破 讓膚質很明顯的變好 直接這樣搭配起來 然後持續使用 真的會覺得皮膚變成細滑 然後膨亮 如果大家在保養上 想要用最最最最最最 最親民的價格換服啊 真的是可以試試看它們 同步呢它們也有搭配面膜上市 這個系列呢目前只有保雅獨家販售 所以有興趣的人 一定要去保雅試看看 眼影部分啊 我記得我學生時期最夯最頂級的 應該就是KATE了 而且呢我記得我那時候呢 還會買藍色的眼影 因為那時候呢 他們都會推出超級多種很特別的顏色 然後我還真的畫藍色眼影去補習班耶 是完全不像我 那這一次呢 因為那個系列已經沒有了 那我是找了他們的裡面這一盤啊 是真果的棕色 這一盤呢我感覺也是蠻適合日常的 而且他們家眼影啊都會附 眼影棒 一出一戲的就很方便 不用再另外買刷具了 值得一提的呢 以前啊我都是按照盒子上面的教學說 喔淺的先整個打底啊 然後再一層越疊越深 可是呢我現在不會 因為呢以前這樣子打底啊 你總是覺得整個上眼皮 是那種珠光亮亮的很腫 可是呢我的眼皮已經腫了 就是我希望它再收縮一點 所以呢我不會先從第一個開始 我就會先從第二淺的開始 先使用這個顏色來當作打底 我直接呢用手指就可以 把它均勻的上在整個眼窩內了 先從這個顏色開始 就不會有那種泡的感覺 在越來越集中的重點色啊 你就可以拿他們的眼影棒了 看你呢是想要上在眼摺這樣一條 或者上在眼尾一點點都可以 那我就直接上在整個眼摺內 他們家粉質就是如此的綿密細滑 這樣隨便推呢都還蠻均勻的 然後細頭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拿剛剛的那個顏色 直接從後往前這樣子畫過來 下眼影的範圍呢就會剛剛好 最淺的顏色呢 我就直接拿窄的地方沾 然後呢來打個臥蠶 這個粗度呢也是超級剛好的 然後最後呢深的顏色 就看大家如果喜歡整個疊加在眼尾也可以 或者是呢你可以拿這個細的地方啊 直接把它當作眼線 如果是以前呢我就會直接這樣子畫眼尾一點點 但是呢通常這樣子會怎樣 你會畫的非常的不明確的線條 就是如果你還是想要那種眼線感 可是你又不想要另外買眼線筆 這時候呢就可以拿出斜角刷 然後呢你直接去用水沾濕就好了 斜角刷沾濕之後呢 再沾取這個深的顏色 就可以畫出像眼線液的那種線條 而且非常非常的自然 這樣子呢是不是又省一個產品了 省到錢了 這樣子呢就是畫完眼影的樣子 非常自然簡單而且超級好上手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睫毛膏 我記得我也算是化妝蠻後期 才會開始擦睫毛膏 我就覺得那個技巧很難 那那時候呢大家非常狂推的睫毛夾 一定就是 直升堂又是直升堂 因為呢他們的睫毛夾只要100多元 台灣製的 那個時候啊真的是 沒有一個人不用這個睫毛夾的吧 太熱門了 其實睫毛夾要好用不好用 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這個弧度跟你的眼型合 你知道嗎 只要合你就比較不容易夾到肉 然後呢也可以夾到每一根睫毛 可是呢一旦不合 你真的是你隨便夾 就夾肉就會痛爆的那一種 喔還行欸 還是不錯的啦 我後來後期啊 其實都比較尋找這種 上面是黃罐型的 就是它上面呢有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啊 好支撐在你的眼皮上 你知道嗎 頂在這邊就很穩定 你就比較不會手抖 然後可以穩穩的這樣子三段夾 可是呢這個就沒有那個黃罐 以100多塊來說也是非常超值的 然後軟墊呢也是算蠻Q 而且啊如果你的睫毛是屬於那種超級粗硬 而且就是硬要往下垂上不來的人 還有一個小訣竅呢 就是你拿這個睫毛夾去吹吹風機 加熱一些些就好 然後摸一摸溫度OK 然後再來夾 就是完全不會失誤也不會燒到手 卻呢可以讓你的睫毛啊非常的翹 而且更持久 再來呢睫毛膏 那個時候最厲害最厲害的 也是最頂的 就是KISS ME了 因為那個時候啊睫毛膏的選擇真的很少 然後大部分呢都是那種歐美的 歐美的你就知道這種刷頭就是大到不行 像聖誕樹一樣 然後我們的眼睛又這麼小到底怎麼刷 那那個時候呢真的就是KISS ME啊 因為是日本來的嘛 所以它的刷頭就會特別的小巧 很好刷 而且呢它的配方已經是在當初 是屬於那種最持久最不容易暈染型的 那買的時候呢一定要找這種 特惠組合 因為它如果分開買呢可能快要800塊 可是特惠組合買呢一起就只要400多塊 非常超值 它附的另外這個睫毛卸除的 也是非常熱門到現在大家都很愛 就算睫毛膏已經換別人了 可是這個卸除液啊就很方便 它跟睫毛膏一樣 你就是塗上去 好然後它就會自動溶解的 然後你其他就都很好的一起卸除 以前我愛的可能也不是這一支了 就是它有一直在改版 他們這種微彎的設計是蠻好刷的 睫毛膏真的是屬於那種特別貴的 真的沒有便宜的 現在呢大家就很多選擇了 什麼0918啊SOLON啊都便宜好多喔 非常幸福了現在 算是也是自然放大 鮮長啊挺挺的 大家如果有預算再多一咪咪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Koji的那個 狂冠型睫毛夾 是我很久以前就狂推過 我到現在還是很愛 而且呢沒有其他更棒的選擇 哇你看用自己的睫毛夾 夾起來又更飛翹了 我記得我以前愛的腮紅 應該是Integrate的 非常之可愛 而且它裡面就有附一個刷子了 學生族群最愛這樣子了 有刷子就不用另外買 然後呢我記得那個時候啊 真的就是流行日系那種大珠光的光澤 腮紅一定要亮亮的 就會有膨起來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呢裡面就是有霧面 然後有珠光然後跟亮片這樣子 我就三個混合在一起 還有我真的很印象深刻 以前呢學什麼是畫腮紅 就是說笑起來 然後畫上去打線 就是剛剛好的位置 可是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因為呢你現在笑起來 然後再放下去 就已經垂下去了 就老了 所以呢我現在呢自己是選擇不笑 然後就直接再往內一點 上面一點的位置 鋪上去然後慢慢打圈 避開顴骨 因為我不想要凸顯顴骨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可愛的光澤 而且呢因為這個光澤 你會覺得好像腮紅是在皮膚裡面透出來的 哇好多亮片 我好久沒有上 有這麼多亮片的腮紅了 刷具雖然小 可是呢我覺得暈染起來是ok 因為加上它這個不是顯色力太強烈 這樣呢可愛腮紅完成 接下來呢就來到唇膏 以前上妝怎麼這麼簡單 好像不到八樣就可以完妝了 那我記得我以前好像不太擦口紅的 就覺得以前嘴巴都很紅潤啊 我還會特地去買那種什麼裸色的啊 要把那種紅潤感壓下去 結果現在呢不擦口紅 已經變成蒼白的人了 真是歲月不饒人 然後我記得印象很深刻那時候 超級無敵紅的就是護唇的小蜜蹄 那個時候啊超級大爆紅 因為它也是可能百元的價格 然後擦起來就像擦唇蜜一樣 那種爆油爆潤的 但是呢我記得它的味道啊 不是那麼的宜人 就是一點點藥膏味 但是呢它非常非常的油潤 極乾燥的地方啊 也是可以支撐得住的那種油潤感 超油亮的 欸不黏欸我都忘記 可能那個味道會吃進去 現在啊它其實好像又出其他口味 我只是回味一下經典口味 因為我那天還有看到草莓口味 所以呢你如果怕這種味道 可能試試看其他的 不然呢它的滋潤度是真讚耶 那不過呢這一次我當然也要給大家買個口紅嘛 湊成全套的 所以呢我選擇的是 我學生茨茨也非常喜歡的 魅典 因為呢他們家的都是日本製 然後價格平價 然後品項又非常非常的多元 然後品質呢都是有一定水準的 那我選擇的這個呢 是水光感的唇膏 我記得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顏色可以選擇 我覺得唯一小小可惜 就它的包裝啊是這種比較沉穩型的 然後呢我選的這一個是橘色系的 它上面說呢也是熱門的顏色 我想說試看看 這一個呢是比較透透的顯色度 然後是蠻滋潤的 而且呢是完全無香料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學生開架妝容 這些產品喔我在保雅全部買起來 大概只要2000出 是非常的超值 那如果呢在尋找高CP值的保養 也別忘了選芙蘭這個找C1A系列 也是在保雅獨家上市 那最後呢當然也要抽獎給大家 我會把雪芙蘭啊整個找C1A的 全系列全新品呢抽獎給大家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有哪一些產品是你學生時期爆炸愛的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下次見掰 掰掰 這邊就好看 identified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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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